太危险 女子甩干羽绒服5秒炸坏脱水机 以为机器炸了 洗衣机应该是冬天使用频率最高的产品之一 天气冷 大家都不愿下手洗衣服 将衣服放到洗衣机 加入洗衣液 点上几个按键后 等待衣服洗好就行了 但你的羽绒服怎么洗 洗好后怎么脱水呢 据IT西部决策 2月14日 江西吉安的张女士手洗羽绒服后 张女士称 因为下雨没太阳 刚把羽绒服放进脱水机里 脱水4-5秒左右 就听到崩的一声爆炸了 自己的手受了轻伤 提醒大家最好不要用脱水机洗羽绒服 据了解 高速水开始 吸饱了水的羽绒不断膨胀 羽绒服内会产生空气 而防水涂层又不利于气体排出 不断地将羽绒服撑大 将洗衣机内撑满 最终引起爆炸 需要注意的是 从视频来看 损坏的脱水机为塑料材质 由于材质强度问题 这可能也是导致爆炸的原因之一